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收看蔡小翔新的一期的DOTA2新闻军视频啊 咱们今天来讲这个大鱼人斯拉达 讲那个英雄 这个英雄他在如今的这个新版本里面啊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强 就他那个就他那个被动啊 被动跟这个鱼人碎鸡啊 这两个技能有一个有个组合啊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你踩啊这个脚下就会有一个有一滩水 你站在这个水里面的时候 只要你有这个三技能的这个被动 你看哇你就可以加攻击力啊 就可以加好高好高的攻击力 只要你站这个水里面 这个水能持续的时间还蛮长的啊 所以说呃在这个版本里面 大鱼人他的对线期啊 就能拥有相当之高的一个攻击力 从而随意的打爆 跟他对线的几乎一切近战的大哥 哎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势啊 至于这个英雄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缺点呢 咱们今天通过这期视频 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解答 对吧 然后大家看完这期视频 就能彻底的理解大鱼这个英雄的用法 好了 来说一下这个大鱼啊 大鱼是一个近战力量的一个一个英雄 他的这个成长其实非常不错 3.6的力量成长啊 中期开始 血量非常高 然后那个攻击力非常高 2.4的敏捷成长 对于力量英雄来说已经不俗了 是吧 然后中期开始的 他那个护甲跟那个攻速 都是有一定保证的啊 1.5的智力成长 没有关系 因为他这个技能耗蓝都不多啊 都是低耗蓝技能 都是没有问题的 初始这个身板非常爆炸啊 就是5点的护甲啊 很厉害的 5点护甲 300一速 582的血 55攻击力 虽然说略低 但是这个护甲血量都是非常高的啊 身板简直是数一数二的好 好 来先来说技能啊 技能一技能首位冲刺 然后就是说这个技能 就是说一开启之后呢 可以有一个加速啊 25 30 35 40的百分比加速 这个技能在你前期 这个移速没有鞋的时候 其实体现的不是很多 你看我现在一开 对吧 这个375 看着其实还跟爬一样 对啊 就是有点慢 但是呢 比如说你有了甲腿之后啊 然后这个技能 他的这个加速就比较明显了 对啊 这个443啊 然后所以说你 有 有 怎么说 有追求的同学 可以买一个这个鞋垫 因为什么呢 他是百分比加速 百分比加速 甲腿跟鞋垫 加的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固定的移速 对啊 就是固定数值 然后固定数值高了之后 这个百分比的这个效果 就会变得很明显 尤其是等级高了以后啊 比如说咱们有了 三级的这个加速了 一开 哇 你看这个这个移速506啊 这个这个就很厉害 很厉害 就就两个两个小装便 没有任何其他移速装了 就能够跑得很快 然后加满了之后呢 随随便便便 就就525了 是吧 就就非常快了 你可以一直追着敌人 相当于持续的 拥有加速服啊 然后并且在水里面 才会用一个额外的移速 你看在水里面 它写着 在河道中移速加成是18% 就是还有一个额外的 这个这么一个加成 就是你一进河道 只要你开加速 就是550 就是急速服 所以说它在河道中 从中路往上路 从中路往下路转移的时候 会非常的快速 同时呢 它还可以在河道 拥有一个生命恢复 跟这个护甲加成 你看只要我从河道出来了 就变成了什么 咱们走那边 这边是有一个防御塔的光环 就变成了8.甲 跟6.1的这种回血 一旦进入水里了 大云进水了 就多了一个8加4 12的护甲 变成了14的回血 它在河道里面 就会有一个护甲 跟回血的额外加成 就很厉害 所以说一般来说 不要在河道跟大云打架 很吃亏的 就是这么一个技能 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 追杀逃跑 赶战场位移的 这么一个技能 很好用 二级灯 就是一脚踩 踩了以后 会对敌人 遭上眩晕和物理伤害 注意措辞 是物理伤害 然后呢 并且在这个版本 它就是踩了以后 有一脚 一脚踩下去 有一个这个水坑 在这个水坑里面 它也能享受到 这个护甲 跟这个生命恢复的 这个加成 你看 我一出来 现在是这个8嘛 对不对 我一脚踩下去 你看直接就加了4.甲 跟加了这个回血 所以说它这个 这个云人碎机 是享受冲刺守卫的这个效果 你不用开 这是被动的 被动的 你不用开 也能够享受得了 并且呢 在眩晕时间结束之后 这个眩晕时间是恒定的 大家注意啊 这个只有0.8秒的眩晕 你从一级升的满级 也都是只有0.8秒 升的是什么呢 升的是伤害和减速 就是叠一脚踩一脚 醒了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较为明显的 你看这个减速效果的 较为明显的减速 这个技能升的越高 它的这个减速效果就越明显 但是眩晕时间还是里面吧 你看这个 哇 街上都跑不动了 这一脚踩完了以后 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减速 而是双减啊 就是减移速减攻速 都是减35 持续6秒 这个其实很厉害 这个水坑是持续7秒 满机有300点的物理伤害 这个技能怎么说呢 呃 成长还 哎 比就比较一般吧 就它每升一级是加 加了5点 5%的这么一个减速 一秒的减速时间 和大概75点的这个物理伤害 呃 这个技能我不建议主加啊 因为很多新手可能觉得 这个技能它能增加一个伤害啊 什么的 但是大家以为人 它其实在团战里面 更重要的 不是通过技能打伤害 而是一直追着敌人 能A出来 对吧 我这么说 我相信经常玩大鱼人的玩家 一定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大鱼人不是靠技能打爆发的 不是靠你踩把敌人踩死的 而是要有超高的移速 让敌人跑不掉 你一直追着砍砍砍 用你的平砍 去打出高额的伤害 这才是重点啊 好 看一下三技能 三技能是这个深海重击 是核心技能啊 一 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一 然后呢 二 三 没打到三下的时候 在第四下 就会给敌人造成一个重击 对吧 然后就让敌人进行一个眩晕 并且造成一个额外的伤害 这个眩晕的时间 1.1秒 额外伤害200点 也是物理伤害 大家注意 现在这个游戏里面 红色的字都是物理伤害的啊 然后呢 这个在水中 还有个攻击加成的享受 就是32什么意思呢 就平常你看 我现在是108 踩一脚 就直接108加32了 也就是说 只要你站在水里面 这个水 无论是这个云人碎机 带来的水 还是河道的水 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你就会在水里面 有一个额外的攻击力加成啊 这个攻击加成就非常的高 你跟敌人对A的时候 就会占有很大很大的优势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这个技能是 大云的最核心的输出型的技能了 每三下第四下会打晕敌人 于是乎大云的攻速 对于他来说是提升很大的 对不对 只要你攻速快了 在单位时间内 队友打出控制了 你站在那 能一直A 对吧 一个一个一个 在队友一个控制时间内 把敌人打出两次伤害重击的时候 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 好 这个就不多讲了 很简单对吧 每三下第四下 打一个重击加眩晕 然后那个被动加攻击力 好 大招 就是减甲 点灯 这个咱就不用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轻食物 哎呀 这个这个太太拗口了 就点灯 大家记得新手朋友们 在DOTA2里面 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 大家通用的叫法 你只要给敌人点灯了 敌人就会有一个高额的减甲 这个减甲是减10 15 20 不仅减甲还会 还会那个什么 就是首先是显示敌人的视野 就比如说 在他藏在树林里面 他是藏不进去的 无论他怎么躲 本来这是没视野的 但是你能够一直拥有他的视野 并且这个版本最厉害的是什么 点了灯之后呢 他在他的身后会留下一串水迹 你们懂不懂 在这个水迹里面 你就可以开着水 开着一级灯 超高速的移动了 就跑不掉了 对不对 就比如说像这样子 我这追着打 你看我的移速一直是550 550是追着他打的 然后并且我还享受这个32点的攻击力加成 还享受这个一技能带来的护甲跟回血加成 因此中了点灯的敌人 他跑 你就可以一直追着他打 而且他回身想跟你打 你就踩着他 让他减攻速减移速再给他打 他几乎是很难打过你的 并且这个减甲太狠了 10 15 20点的护甲削减 一个你想想敏捷英雄还好 对吧 因为敏捷英雄敏捷高了 护甲成长就高 但是智力英雄和力量英雄 如果你不故意的出护甲装 打到一中期也就是个12点 是吧 有的是更低一点 7 8点 稍微高一点的12 3点 你这一蹬下去 直接减20 大家变成负的 说到这了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护那个护甲的概念 就比如说现在我是10点甲 大家看一下我的面板 上面有不是攻击防御 对吧 它最上面的两格 是一个攻击防御 怎么看防御栏 护甲10.6 物理抗性39% 就代表着我现在10.6的护甲 就是能够减免来自敌方 39%的物理伤害 对吧 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再随便堆点护甲 现在就变成47了 然后咱们堆的16 17点左右 大家注意 现在是16.6 也就是在16 17点这个区间 你的物理抗性 就能达到50% 简单来说 就是敌人一刀爆击 爆了你一千的数字 你真实受到的伤害 只有500滴血 这个很简单吧 因为你有50%的物理抗性嘛 所以说这个护甲 在对抗物理英雄的输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像打PA这种英雄 对吧 他带着暗灭 然后什么的 过来抱你一刀 非常非常痛 那可能就是你的甲太低了 所以说当你的甲达到16点 这是个标准值 必须要达到这个值 然后呢 你就能减50%的抗性 如果对方有暗灭的话 那你可以再加6点 至少让你能达到50%的抗性 OK 咱们再来说 附护甲是个什么概念呢 附护甲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约等于正护甲的减免值 也就是当负正16点的时候 它是50%的减免 当它变成负16点的时候 就变成了50%的增益 也就是你报1000 其实是报了1500 就是这么简单 它的正负 其实是完全镜像的一个数字 一个是往上增长 减免伤害 一个是往上增长 加深伤害 因此当对方的护甲 如果被你打到了 比如咱们找个小傀儡 你看这个小傀儡 现在是这样子 然后咱们二几点灯 二几点灯是减15 减15甲 你看它其实就负47% 负47% 如果你再带个这个东西的话 你把它A一刀 然后你看它现在这个护甲 负50% 负50% 是不是上面写在这 负50%了 就是说你打它一刀100滴血 其实这一刀100滴血砍上去 大概就是150滴血 所以说你看它一刀打了162 我的攻击力是111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111的攻击 打负15点护甲 16点护甲的人 一刀就是111的1.5倍 因此这个护甲减免之后 会很厉害 相当于刀刀暴击 非常非常的厉害 如果你还有自身 还有暴击装大炮的话 它的收益会更高 因此这个 而且这个技能 它不光是对大鱼人个人生效 它是团队生效的 比如说你们中单是一个什么 影魔 对吧 大哥是一个小黑 诸如此类的 你一蹬一点 大家一轮骑射 哇 那个伤害就太爆炸了 咱就不说了 因此这就是这个大招的这个作用 好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魔晶 魔晶的效果就是说是 提升踩的范围 这个踩的范围会提升很大 并且 你一脚踩下去 会给所有被踩的敌人头上 都挂一个这个大招 持续5秒 因为大鱼人在正常情况下来说 它的输出的手法是这样子的 跳刀跳到脸上踩一脚 点灯 咱们先重置一下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大概是这种感觉 跳刀跳到脸上 然后点灯再打 然后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就有点 怎么说 不流畅 对吧 就是你跳过去踩一脚 点灯再 就有点不流畅 但是现在有了魔晶之后 它是直接附加当前等级的 这个大招点灯的 你直接A就行了 所以说就是省了点灯的 这么一个抬手的动画 并且适当的增加了 大鱼人的这个踩的范围 算是一个很不错的 这么一个锦上添花的 这么一个道具 但是它不是关键桩 大家能感觉到 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 但不是关键桩 所以说在竞争比较 对抗比较激烈 你急需一个关键桩 来左右战局的时候 这个魔晶是不建议 在这个时候购买的 对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OK刷牙A账 A账的效果是 首先呢 就是你在水里面 你踩一脚会有一个 很大范围的一个水坑 首先就是把这个小水坑 变成大水坑了 小水坑的迟移时间是7秒 大水坑的迟移时间是25秒 就出了A账之后 这个有25秒的大水坑时间 并且你在这个里面 会根据你的一级的等级 获得额外的回血 护甲跟那个状态抗性 也就是说对方晕你 几乎是就是秒醒的 比如说咱们选个斯文 敌人 然后给他升到满阶 大云踩一脚 斯文一锤 你看这一锤 本来是多少 1.6秒 锤上去以后 就感觉就只有0.78秒 他就醒了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在有这个水坑的状态之下的话 大云的抗性一高 那个吃控制就 时间就很短了 并且还能增加30点的生命恢复 跟15点的护甲加成 因此只要你打团的时候 你跳过去踩一脚 在这里面 护甲也高 回血也高 就特别的厉害 而且还不怕吃技能 就加强版白牛那个二技能 就特别特别厉害 A账算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正面团战的技能了 然后属于 但是我不是推荐特别早出 就是他是一个在你有优势的时候 可以直接滚血球 把对面滚死的 因为优势是什么 就是你已经可以抓着对面打了 然后对面打不过你 有了A账之后 更是肆无忌惮 可以随意冲锋陷阵的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在劣势局的时候 还是出一些保守的装备 就像什么BKB 强袭龙心这种 让自己能够增加自己的生存 增加自己正面的这个能力 而不是说是 靠这种回血护甲这种数值 来提升自己的能力的 这个算是一个优势局的 一个碾压性的装备 但是劣势局跟军势局不推荐早出 好吧 是很厉害的一个道具 好 咱们来说一下 他的这个加点方式和天赋 然后 再把它升到这个25级 OK 然后这个 我最近不是都在那个东南亚打天梯吗 很多谁有都问 东南亚天梯打起来很卡 怎么办 Dota2出现卡顿 延迟高 推荐使用藤油加速器 时长可暂停 加速延迟低 热门游戏均支持 加速国服可免费使用 充值划算68 相当于开了张年卡 右下角CDK输入强哥 有53小时 体验时长 机能加点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一级的时候 如果你们要打那种什么 就是吃福的 那个强省进服的团战 学一局云人碎机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脚踩下去 首先能晕 对吧 并且能够减速 对方移速 减速三秒 对方走不动 你们就可以一起打 二级 然后学一伤害重击 然后三级 其实可以连点两级伤害重击 这个技能在对线的时候 很简单 就是比如说 你在补刀 一刀 两刀 三刀 第三刀的时候 打出来了 你可以攒一下这个点 等对方大哥上来了 对吧 你对着对方大哥头打一枪 然后再去补刀 然后就是这种循环 或者说你攒三个点 走上去踩一脚再打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有一个 额外的攻击力加成 都可以 四级加冲刺 五级加被动 六级加大招 七级加被动 然后之后呢 复冲刺 然后有大加大 最后再把余人随机点满 之前我也说过了 因为这个冲刺高了以后 你给对方点灯 对方身上是有这个 残留的水技的 你这个冲刺高了以后 你才能追着水技 一直追着他打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技能仅仅只是 起到一个定身的 这么一个样子 让你多打一刀 不是特别重点 所以说最后再加 这个余人随机 好说一下 那个天赋的加法 天赋的加法的话 余人冲刺冷却 跟这个余人随机 眩晕 也就是这个技能 从0.8秒变成1秒了 这个千万不要加 我十分推荐 加右侧冲刺冷却 从那个能减到15秒CD 是吧 持续时间10秒 只有5秒的真空期 这是很重要的 好 15级325生命 跟50伤害中心伤害 我推荐加这个 伤害中心就是这个 从那个200额外伤害 变成250了 因为你把敌人一蹬 这个点个灯 对吧 然后 这么一个眩晕的是 这么一个重击 是打物理伤害的 它是享受这个护甲 减减加成的 所以说这个提升 是非常大的 别看50数值比较小 在对方高减甲的情况之下 这个50提升的 很高很高的 二级 木矮亲戚的 这个大招点灯 额外减三甲 加上150岁机伤害 就是这个 从300变成450了 我推荐加这个 有人说 那你咱不点这个减甲 其实不是不点 减甲好 但是20级的天赋 你只给三点的护甲 应该就是减少 有点太少了 都20级了 我从20点护甲减免 变成23点 感觉都感觉不出来 真的就是 我从减20变成减23 都感觉不出来 你说你给个67 我就点了 你给个三点 我已经有20基础了 我还在乎你这三点 所以说加这个 因为这个加了以后 这是一个 因为在游戏中期 都20级了 游戏中期了 这个是物理伤害 所以说在对方点灯了之后 这物理伤害 这一脚踩下去 就不是450了 他可能能打到六七百 对不对 所以说是这个 这个伤害是很高的 因此你想你 8秒钟踩一脚 就七八百的伤害 踩一脚就七八百的伤害 这个其实还是很高的 因此 前期不厉害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技能 不是重点 我们是要靠 这两个技能打的 但是后期 减甲高了以后 这个爆发性的伤害 还是蛮不错的 只是这个太弱了 对吧 25级 鱼人碎机冷却 和这个 那个点灯不可驱散 我推荐 加这个点灯不可驱散 鱼人碎机就是二级能 二级能从八秒踩一脚 变成四秒踩一脚 这个有点咸鱼 这个点了之后 点到敌人头上 无论敌人什么 开BKB 分身斧 莲花吹风 一切都解不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十分推荐 就是右左右左 这么加 这么加 我觉得是在优势局 最具有进攻性 最具有侵略性的一种打法了 好说一下装备 装备的话 前期的装备就是 这种 因为你是三号位 三号位 咱先说一下 三号位的那个观点 在如今的三号位 其实是非常难打的 就是三号位 现在有点吃屎 但是大鱼人 他不能随便选 这是重点 接下来说重点 大鱼人不能随便选 什么时候能选呢 是在对方的大哥是进战 一定是对方大哥是进战的时候 如果对方大哥 比如说是一个什么 小黑 对吧 或者说是那个 奶绿 然后美豆沙 美豆沙还行吧 反正就是类似这种 能够放你风筝的 然后机动性比较好的 那个远程大哥 大鱼人是打不出优势的 一定要是对方大哥是什么 斯文呀 敌法呀 什么 什么什么 剑圣啊 什么巨魔呀 是类似这种大哥的时候 你选个大鱼人 就能在对线 把他打得抱中抱 这才是重点啊 一定一定 不要在对方是双远程 酱油加大哥的情况下 选出大鱼人 伊斯大鱼人不是一个能够无脑一手点的英雄 他一定是在第三第四手啊 就是第二轮或者是最后一轮啊 因为第一轮是点两个 第二轮点两个 就是第二轮点出来 或者是最后一轮点出来 如果如果是点的太早的话 暴露了对方选双远去打你 你会非常非常难受的 这个是呃 一个重点 好 然后咱们说 一旦选正确了 对方大哥是个正进展 剑圣啊 斯文这种很常见的大哥 那么对线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属性撑起来 不要不要太早的出那些花里胡哨的装备 你的作用就是要把对方大哥打爆 让他的大哥加酱油打不过 把他们四号位叫过来 还杀不掉你 你记住我这句话 把对方四号位叫过来 还杀不掉你 这种属性就及格了 及格了之后呢 至于出不出跳刀 看情况 因为我不是特别推荐大鱼人 作为一个先手开团点去打的 大鱼人他其实真正的意义是要打输出的 他是一个半肉半输出的这么一个三号位 他不像什么沙王潮汐这种 潮汐跳过去踩脚大 沙王过去一个穿刺的杀身豹 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要能够在跳踩完之后 后续跟进输出 大鱼人这个英雄选的才有意义 因此如果队伍中 就是有那种先手控制的英雄 就比如说像什么土猫啊 四号位啊 土猫小牛之类的 你是可以选择二次 二第二时间进场的 不要太早进场 除非除非是整个队伍 真的就没有什么控制 非得让你打先手了 你这个时候不把跳刀 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舒服 真正舒服的装备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你肥了 对线机可以出个连击刀的 连击刀的话 他可以很迅速的把这个伤害重心点 攒满 就是你只有一个点 看刚刚就一刀 然后踩一脚 再一刀 直接就出被动了 就很厉害 很厉害 对不对 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出装 然后可以把连击刀合成鱼叉 这么一来的话 你可以追着敌人 点灯 然后追着敌人 打敌人好不容易跑出去 又可以鱼叉拉回来 其实鱼叉对于他的这个帮助是很大很大的 然后第二点BKB 怎么说BKB这个道具 他在任何时候对于大鱼来说都是不亏的 因为就是说防控制 大鱼不怕被打 他是很肉很肉的 就是防控制 对面比如说有什么 小歪 Lion 对吧 你懂的就类似的这种 有羊 有穿刺 有网 各种各样控制 能一个人把你盯四五秒的 这个时候呢 你自己 很容易就是在团阵第一扇被对方遛 然后 打不出好的输出 如果对方是这种英雄居多的话 BKB不要省 是一定要出的 如果对方是软控居多 对吧 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软控制 什么的 那么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出什么对剑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直接走一仗了 就是直接走一仗了 这个时候对方软控制多 才能这么走 硬控制多 还是要出BKB的 然后他补个强袭 这种装备 强袭这个装备 对于他来说 还是帮助比较大的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近战力量英雄 他的敏捷成长 一般都是 他的敏捷成长 不足以提升 他太多的护甲 但游戏后期了 对方的物理数高起来的时候 还是挺疼的 这个强袭 毕竟还能加攻速 攻速对他来说 收益很大 大家不要太痴迷于 打大鱼人 打什么无限眩晕流 就站那 把敌人打得死 其实这个是 没有太多意义的 为了出那么一套装备 比如说你堆什么 银乐的 堆很多银乐 会降低你的肉度 可能会使你暴毙 这就得不偿失了 打三号位 最重要的是 你能够扛得起伤害 还能把对方的阵型冲散 同时能够打出一些输出 就半肉半输出 这才是重点 然后大概的装备的 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这样子 也就是到游戏中期开始 对方的机动性起来了 可以后补跳刀 注意我的措辞 后补跳刀 因为在前期 大家的推推 分身 什么风胀 跳刀 大家都没有 这个时候 你太早出跳刀了 意义不大 然后等中期了 对方的机动性好了以后 你发现你开团 或者说是追人追不上了 对吧 这个时候跳刀 反而会起到一些 比较好的作用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反正他的核心装备 大概就是这几件 就是跳刀 鱼叉 A罩 BKB 那个强袭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选择去掉其中几个 就比如说你把跳刀去掉 然后换一个龙心 让你变得更肉一些 大概是这么一个 一个感觉 他主要的打法 就是盲的敌人脸上去评A 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就行 如果做不到 用装备去弥补当前缺失的一个条件 让你能够做到持续的盲的对方脸上 打平A输出 他的出装思路就是这样子 装备不是固定的 就是说为了满足我的需求 我的需求是什么 我能够平A到敌人 如果不能 想想问题出来哪了 通过装备去改变这个情况 就行了 好 他的理解还是很简单的 对吧 今天那个讲解部分就到这里 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实战 实战大员是怎么玩的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